在古代帝国的历史中,大赦天下本是皇帝施恩赐福的一种手段,却未曾料到这一次的赦免竟然意外地造就了一个传奇人物,这个被释放的囚犯,凭借着天赐的机会和卓越的才能,最终成长为一代雄主,为国家打下了17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。 这一历史巧合背后,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故事和风云变幻,为何一个曾经的囚犯能够逆袭成为一国之主,他的崛起又是怎样改变了国家的命运,这里是小豆之历史,订阅我,小豆之带你探索更多神秘的趣味历史。 公元前87年,病重中的汉武帝刘彻为求康复,下令大赦天下,长安关狱中的死囚禁数获使,当时牢房中年龄最小的死囚只有四岁,他不是别人,正是汉武帝的曾孙刘病义,就在四年前,西汉王朝爆发了历史上著名的巫蛊之乱,已经37岁的魏太子刘炬遭人诬陷,被迫起兵反抗,但兵败身亡,而他的儿子甚至连一众亲随门客全都被杀, 唯独刚出生的孙子刘病义躲过一劫,被收入长安狱中,在这里,刘病义遇到了庭尉兼吉,丙吉不忍这个墙宝中的婴儿,自生自灭。 就特意安排了两位女囚给他哺乳,并取名病义,以为病魔业已远去,但刘病义的一生注定不会平凡,一系列灵异事件开始在他身上发生,后月二年,官员报告长安狱中出现天子气,为避免江山一主,汉武帝下令处决所有囚犯。 而刘病义正在处死之列,这个时候,丙吉再次挺身而出,拼死护住刘病义。 病重中的汉武帝听到这个消息,一时顿悟,决定大赦天下,并恢复了这位命途坎坷的曾孙的皇室踪迹。 对于这位落魄的皇族子孙,高官显贵们,显然是敬而远之。 毕竟魏氏一门已经卖绝,新军是汉武帝的小儿子汉昭帝刘福岭,没有人会把刘病义和权势地位联系到一起。 然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,刘病义13岁那年,泰山上一块大石突然自己立了起来。 作为帝王的风扇之地,泰山出现异动,引起了朝臣恐惧,将这件事解读为民间有匹夫将称帝汉武帝驾崩后,刘福岭继承皇位,霍光因汉武帝遗诏成为侯爷,顾命大臣之一,心底年幼,霍光势力越来越大,逐渐影响朝局。 此时的刘病义虽然恢复了皇室身份,但依旧生活于民间。 而当初刘具的家里张鹤,因为刘具对其有救恩,也是对这个小小主人照顾有家,为其娶亲了许平君,让刘病义有了家,刘福岭不幸早逝,汉朝需要新君,在霍光的安排下,刘鹤登基为地,不想霍光选中的刘鹤,却就是连这么个吉祥物都当不好,在位没几天就开始选飞,建宫殿,随意打骂大臣。 真是东边不亮西边亮,昏君啥样我啥样,最终大臣们告到了霍光这里,霍光也是恶心了这个天怒人怨的昏君,便直接废了刘鹤,前后不过二十七天,皇帝体验卡就到期了,但下一个皇帝又在哪里呢? 还得有个姓刘的出来,把这个差事顶上啊,就在这时,丙吉说话了,我有一个人选,丙吉推荐了一个人,那就是刘病乙,霍光一想,刘病乙背后无人,且同自己有着点亲缘关系, 确实是最好的人选,于是,刘病乙一跃成为了汉朝的帝王,并改名为刘巡,虽生活在民间,但刘巡却是个凶有勾贺之人, 他知道自己不能同霍光硬碰硬,便先顺从对方,但顺从的同时他也有自己的底线,比如十点小手段,用固件情身保住了自己原配妻子许平君的皇后之位, 虽然后来许平君被害,刘巡不得以立霍光之女霍成君为后,但他还是让许平君的儿子成了他, 太子随着霍光离世,为了纪念霍光的功绩,汉宣帝以皇帝的规格后葬霍光,并加封霍光的侄孙霍山为乐平侯,总览朝政, 与此同时,汉宣帝认为时机已到,开始亲历朝政,逐渐地把权力收回到自己的手上,汉宣帝深知,霍光虽然已经去世, 但霍家帝还控制着中央政府的各个机要部门,尤其是兵权还掌握在他们手中,而霍显毒杀许皇后的真相,此时也开始慢慢地浮现出来, 为了彻底跟除霍家帝,汉宣帝首先要做的就是削夺霍家所把持的权力,让自己的亲信掌握兵权, 之后名声暗将,提拔霍光的儿子霍羽为大司马,实则剥夺了他掌握右将军屯兵的实权, 还对尚书制度进行了改革,下令立民尚书直接呈皇帝沈月, 不必经过尚书,群臣百官觐见皇上也可以独自往来,把霍山和霍云架空起来, 通过这一系列步骤,霍家帝所掌握的实权被剥夺殆尽,权力逐渐集中在汉宣帝手中, 朝局稳定后,刘荀命将领帅十六万大军北极匈奴,如此庞大的军队规模令匈奴闻风丧胆, 他们不战而败,慌忙逃往西域,第二年,遭遇血灾的匈奴没了粮食, 只能侵扰乌孙,刘荀乘胜追击,联合乌孙,令匈奴兵力大损,再无还手之力, 西域各国纷纷来朝,刘荀趁势发兵,平定三十六国,设立西域都护府, 为汉朝拓展了十七万平方公里的疆域, 岁月流转,时过境迁,昔日的牢狱之囚,已经成长为了一代明君, 刘荀的传奇人生,见证了命运的无常和个人意志的力量, 他的成就,无不源自于早年苦难的砥砺, 那些暗无天日的牢狱岁月磨去了他的棱角,却也锻造了他的意志, 那些卑微困顿的民间生活,让他懂得了百姓疾苦, 也教会了他如何去爱民、亲民,正是这些经历, 造就了他非凡的政治智慧和治国才能, 匈奴是西汉最大的外敌, 自从汉武帝时期开始了攘仪政策后, 就与西汉展开了长达百余年的战争, 汉武帝曾经派出过多次远征匈奴的军队, 但是都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, 匈奴依靠其游牧民族的优势, 在草原上游击战争, 时而进攻边境城池, 时而退避三社, 汉武帝虽然在汉朝内部实行了中央集权, 但是在对外关系上却过于强硬, 导致了国力的衰退和民众的不满, 汉宣帝继承了汉武帝的一致, 但是他并没有盲目地发动战争, 而是采取了灵活的外交手段, 与匈奴进行和亲和战争的交替, 他先是派遣使者去匈奴, 与呼喊携谗于进行谈判, 表示愿意恢复汉武帝时期的和亲政策, 并给予匈奴一定的财务和土地, 韩携谗于一开始对此表示欢迎, 但是后来又受到了左贤王的挑唆, 拒绝了汉宣帝的条件, 并且多次侵犯西汉的边境, 汉宣帝见和亲无效, 就决定用武力解决问题, 他派出了大将军霍山。 韩副、赵冲国等率领十万大军, 分三路进攻匈奴, 其中霍山所率领的西路军最为出色, 他先后攻克了匈奴的重要据点, 秋子、燕齐、楼兰等国, 并且在居沿海大败匈奴主力, 匈奴蝉鱼被迫逃往西北, 霍山乘胜追击, 斩灭匈奴三万九千余人, 并俘虏了大量的牛马羊和战俘, 匈奴在这场战役中损失惨重, 从此一蹶不振, 呼喊携谗于死后, 其子莫读缠于继位, 但是他又与左贤王发生了内讧, 左贤王率领部分匈奴人投降了西汉, 并被封为南蝉鱼, 莫都蝉鱼只能带着残步逃往西北, 并被封为北蝉鱼, 从此匈奴一分为二, 再也无力威胁西汉, 本使十四年, 南蝉鱼率领五万余骑兵入朝朝贡, 并向汉宣帝称臣, 公元前四十九年, 汉宣帝并重, 赵命勒林侯史高等人共同辅佐太子, 一年后, 四十四岁的汉宣帝并逝, 太子刘氏即位, 汉宣帝作为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贤军, 在他统治期间, 汉朝政治清明, 社会和谐, 经济繁荣, 肆意宾服, 综合国力最为强盛, 史称孝宣忠兴, 队内, 汉宣帝整顿励志, 强化皇权, 废除科法, 设置长平仓, 削减租赋, 以此安定民生, 恢复生产, 对外彻底消除了匈奴对汉朝的威胁, 设置西域督户, 政令自此搬于西域, 加强了中原与西域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, 因此, 在以制定妙号和嗜号严格而著称的西汉王朝, 汉宣帝得以和汉高帝, 汉文帝, 汉武帝并列为拥有妙号的四位皇帝, 刘荀的一生, 是一部跌宕起伏的传奇, 也是一曲苦难与辉煌的赞歌, 他用自己的故事告诉世人, 无论出身多么卑微, 只要怀揣梦想, 终能一飞冲天, 达至巅峰, 他的功绩, 他的智慧, 他的气度, 都已经永远地铭刻在了历史的封碑上, 为后世所传送。